这里,我们虚拟了江州这样一个城市,在反腐败的严谨命题下,从贪官背后的女人这一独特视角接入,以检察官的侦察视线层层拨开美色的伪装,暴露其掘取私地的险恶居心,同时也揭露了贪官灵魂深处,情感与物欲的迷离与失控。 一桩桩罪恶的全色交易,正是绝好的反面教材,向我们警示着当前反腐败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检察官的坚真和不屑,更体现了我党由腐必反,反腐必胜的坚强决心。 北京时间六点零九分,这里是江州之声,现在插播一条刚刚收办的财风消息,今年第十号财风的决心,已经开始队上,并无尽减弱,受财风弱的影响,今天晚上到明天,火势还登入一个任务过程,但雨量将会有所减小。 小虎,马上给办公厅打电话,通知抗讯救灾指挥部的所有成员,马上到市里开会。 张书记,您已经连续三天三夜没合眼了,您看您是不是先休息一下。 不要说了,这会不能取消。 你看看这场暴雨,林江大敌绝口,林江这淹了两万多人。 我这个当书记的,此时此刻能休息吗? 可是阿姨又要说我了,她担心您的心脏。 甭担心,我一时半会还倒不下去。 打电话,马上开会。 对了,通知纪委和检察院的通知,也要到会。 打电话,我们下集见。 不知道啊 昨天晚上大家都睡好了没有 反正我是一夜没睡 不好意思啊 一大胆把大家都叫了呀 张局长 请大家通报一下 您将证据可行的 您知道的情况吗 江峰大堤林江转 在昨天晚上九点十分的时候 大堤被洪水冲垮了有三十余米 冲毁了居民住房是一千多间 两家企业被毁 已经有十一人死亡十八人失聚 另外 还有两名武警官兵 为抢救群众光荣地牺牲了 还有三千多亩粮田被洪水冲毁 张书记 大致情况就是这样 一九四六年大堤绝口 死了将近四百个人 那是因为连年战乱 和国民党政府无能 政府官员腐败成风 人民的死活造成的 一九五四年 大堤绝口 那时候因为国家刚刚建立 国家底子头 穷啊 想修堤没有钱 没这个能力 死了五十个人 群众可以理解 而这一次呢 这一次为了修筑大堤 政府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 拨款两千万元 大家也都知道 徐政府把盖办公楼的钱 都拿出来了 加上市民的捐款 为的是什么 为的就是不让这种历史的灾难 再重演 而我们耗费了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 建造起来大地 你们灌的是什么 散了会以后大家亲自去看看 我可以告诉你们 你们灌的都是煤炸 这是什么 这是全新的豆腐炸工程 是 我是市委书记 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我首先应该承担责任 今天纪委还有检察院的同志都到场了 我来由市委市政府要求你们 那由江州市的老百姓请求你们 在最短的时间里头 将在工程的黑幕 彻底查清楚 给江州市的老百姓一个交代 江州市的老百姓一个交代 出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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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书记的病啊 现在已经基本上稳定了 但是呢不要让他过于激动了 你们能尽量快点就快点的 什么人一到了这儿啊 就都没自由了 江迪的案子有什么进来没有 张书记 刘检就知道您会险的 让我们连夜来向您汇报 好啊 你们工作开展得很及时啊 来 说吧 说说你们的进展怎么样 这两天我们先听了专家的意见 专家们对临江新修建的防洪大地 进行了全面检测 其中三千多米都是符合设计施工要求的 就是临江镇那一段 大概有一千米吧 没有按照设计要求和施工要求建设 具体的数据呢 按照设计要求 降低施工用的钢筋 必须是十二毫米的螺纹钢筋 而实际上施工单位用的是 房屋拆下来的废旧钢筋 甚至有一些是木条 而主体工程应该用五百标号以上的水泥来浇灌 而这个地方里面大量的是煤渣和烂泥 你们要接着查 要坚决地查 绝不能放过这些人 张书记 您别太激动了 您这还在医院里呢 这些人就是不懂得如何珍惜自己 好了不要干嘛 你们接着说吧 这一千米的工程是由创造工程公司承包建设的 他们的老板叫刘志豪 决堤之后这个刘志豪外逃了 至于这里面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现在还不能下结论 要看我们下一步的工作 你们的动作一定要快 你们现在对刘志豪采取什么措施没有 张书记 我们已经向全国的公安机关下了协查通报 追查刘志豪的下落 好 那就好啊 太好了 要帮祖僧过去了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我刚好自然 行了 行了 怎么了你 你别问我 琪琪啊 你马上就走 现在就走 走得是越快越好 是越远越好 你到底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跟我说 啊 说呀 哎呦 你别烦我了好不好 最好你什么都会问 有些事情我也不能告诉你 你走吧 我不走 我发生什么事情 最少要和你在一起 我求求你了 你别犯傻了 老花说 不 夫妻本是同龄鸟 大难临头还各自飞呢 何况我们呢 啊 再者说了 我们这样长久下地你说 这 哎呦 你走吧 我不管 我们不是真的能夫妻 可我们 是 是 我们 在一起的时候 是没有太多的感觉 可现在不是了 现在我已经真的喜欢上你 爱上你了 真的 好 我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要和你们在一起 我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不会害怕的 我就是要和你在一起 我不怕 你会后悔的 不怕 到时候 我不仅帮不了你 你还会害我呢 你还会害我呢 我不会后悔的 我也不会害你呢 姐姐啊 你太年轻了 有些事情 你不懂的 我也不想懂 那就是死 我愿意和你死在一块 来 收到 走了 慢点走啊 我会想你的 你回去吧 是你 你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只要你还活着 我就一定能够找到你 我和你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你还来找我干什么 我想你呀 不行吗 走吧 你干嘛 放开我 干什么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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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够你呢 刚才出去那人是谁 是谁 你说呀 你回来怎么叫我开门呢 我在等你呢 快去洗澡吧 雪地给你烧好了 哎呀快去吧 哎呀你去 哎呀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不要拿玉京插帘 擦不头就是不听 震头 你怎么像丢了魂似的 是不是书记批评你了 当时包给刘志豪 那个降低工程出乱子了 那有什么 我们也没有拿他一分钱 当初啊 你要是把这六万块钱 会退回去 现在真的说不清了 谁要出来 什么 你没退 不不 退是退了 要是没退 这到时候我还怕说不清楚呢 是不是 那怕什么 我们干干净净的 不做亏心事啊 不怕鬼敲门 是小明 凌亡 你给我滚 滚 你马上给我滚 我不想看到你 滚 滚 我滚到哪里去啊 我既然来了 我今天就不走了 石小明 你还想干什么 干什么 我什么都不想干 我喜欢你啊 无痴 不要脸 我不要脸 我不会去勾人家老公 也不会被人家养着 做二奶 石小明 我们是真心相爱的 我就是爱他 你别跟我胡说八道的你 我胡说八道 好 我今天就胡说点给你听听 他叫江震涛 今年四十五岁 现任江州市水利局局长 你现在混得不错嘛 有个江局长照着你 今天我也算开开洋婚 不来 你想干什么 当初你跟我的时候 不是装着跟纯情少女似的 连亲一口都不行 可你现在呢 现在你和机翼有什么区别 石小明 你给我住口 你要再说下去 我就要报警了 报警 我帮你打 打 打 警察来了到底是抓你还是抓我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不想怎么样 我什么都不想要 我只想要钱 二十万 就算是江局长的保密费吧 无赖 无赖 你现在可是有身份的人了 不是以前的三倍小姐 我希望你说话稳密一点啊 我没有钱 你没钱 没钱 他有钱呢 他有钱呢 王琪 我希望你们尽快的商量一下 一次性拿不出可以分其付款 明天我还是这个时候来 不过不要和我耍小聪明 否则纪委的办公桌上 就会多我的一封 检举信 滚 薪瑟 有点 但你基本上 我手决拳 都会嗯 过去 我是 他 郑桃 有什么心里话 就跟我说好吗 别抽烟了 抽烟啊 会伤身体的 好吧 明天一早 我就去找张书记 不管怎么样 心里拉过他 大事 来 进来 张书记 您好点了吗 没什么问题 大夫说了 再过两天就可以出院了 那好 张书记 这个临江镇缺口仪式 在两个团 武警战士和三万民工 现在已经都上大地了 缺口估计不久 就会全部堵上 好啊 来 坐 我不坐了 郑桃 这次大地暴露出来的问题 群众反应很大 你是水利局长 你要有个思想准备 当然了 我的意思倒不是说 现在追究谁的责任问题 现在当务之急是 要做法受灾的群众的 善好处理工作 张书记 这次事故 是我失职 我 我向市政府 提出辞职 这个姜枕套啊 当了这么多年的干部 都这个时候了 还想让你头上的乌纱帽吗 你就不想想 你现在提出的辞职合适吗 你以为你辞职了职 就算是对得起 江州市的老百姓了 你以后听清楚了 这当务之急是 做好善后处理工作 我先配合检察院纪委的同志 查清楚这里面存在的问题 陈涛啊 跟你说你心里发了 其实我也不希望这件事 跟你有任何瓜葵 工作嘛 我难免有失误 但是作为书记 我还是想跟你说一句 你可能不愿意听得好 如果有什么问题 还是争取主动的好 是的 张书记 刚才 市长专线来电号 今天上午 许多群众来电号 其中百分之七八十的群众 反映 临江防空大地豆腐炸工程 有的群众一针见血地指出 贪官 到底在工程款里 拿到多少好处 现在 重要的案犯 刘志豪在逃 今天我把小吴找来 就是要找到刘志豪的老婆吴敏 希望他能配合我工作 许涛 张义 为了今后工作方便 暂时不要跟吴敏 正面接触 刘志豪现在只是涉嫌 临江江江低工程质量问题 他现在外逃 能逃到今天 还能逃到明天 就是他逃到了国外 还能跑出地球吗 今天 我们来找你谈话 就是希望你能配合我们工作 让他回来 把事情讲清楚嘛 争取宽大注意 刘志豪现在在什么地方 柳志豪现在在什么地方 我真的不知道 楚帅那天晚上 他就走了 到现在 也没给我来个音讯 你们 你们要我怎么配合你们 这样吧 如果他回来 或打电话给你 第一你做规劝工作 第二 有什么情况及时告诉我们 这样做你不难吧 当然可以做到 不过我担心 他不会听我的 不过有一点我要提醒你一下 如果你知评不报的话 那你可要承担 包庇犯罪嫌疑的法律后果的 这点你不会不知道吧 我知道 喂 乃威啊 喂 震涛 是我琪琪 回到事 你能赶快过来一下吗 我正在上班呢 一会儿我就去现场 咱晚上说好吗 我真有急事 你赶快过来一下好吗 你有什么急事那么着急啊 这 是关于我们的事 那你就赶紧过来吧 琪琪啊 咱们在电话里说好不好 说电话里说不清的 求你了 赶快过来吧 好吧 我马上去 ук Det 然后坚持走 你看我正上班啊 什么事 你那么着急 昨天晚上 思想门买了 就是你原来的男朋友 他找你干什么 他送 receps 本不 적 钱 要什么钱 他在跟踪你也在跟踪我 我们的事情他全都一清二楚的 他要管你要钱 这简直是无赖敲诈 我有什么钱 我到哪去弄钱 他说你要不给他钱 他就要到纪委举报你 他要多少 二十五 什么 王琪 王琪 谁啊 开门啊 开门 好好好 有本事你就不开门 今儿个我就不走了 我在门口等着你 这样不就对了吗 我说你跟你们那个局长大人 汇报过没有 他没有钱 什么 他没钱 你相信吗 我不知道 你跟江振涛那么长时间 他有没有钱你会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 他从来没跟我说那方面的事 你别跟我装唇集了 现在这年月 不谈钱的女人可不多见哪 那 当时你和江振涛是怎么认识的 你不到叶总会做三陪 不偷她的钱 你会成为她的二奶 来 像江振涛这种官 不贪污受贿 她养得起你这种女人 小明 以前的事情 也许有我的不对 可这一次 你就看在我们以前的情分上 就放过我和江振涛一马吗 行吗 我求你了 行吗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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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汪琪啊 你也有今天 你当时突然离开我 突然消失了 你要知道我受了多大打击啊 小明 以前的事情 怪谁对谁错 你就别再说了 这一次我求你了 你就帮帮我吧行吗 少在我面前哭哭啼啼的 我告诉你 路就放在你面前 一 给我二十万 我立马离开江州 任由你们两个逍遥快活 二 就是我把你和江振涛的丑事 公布于众 你看着办吧 可他说了他真的没有钱呢 他没钱 我说汪琪啊汪琪 你真够糊涂的 你还真以为 他会离开那个电视台工作的 白领丽人 来和你结婚 你这种人啊 也只能配我这种人 想着来和你过过日子 你在江振涛的生活中 仅仅是一个味精而已 有他条条口味 不疑人 那这种人 你也想着他 你才能够信作都得到 你了 你听着我 对你 那这种不疑 如果有一天 你不要管我 自己悄悄地离开 我不管你离不离开他 我现在只想和你合作 做一笔交易 什么交易 如果你能够让我顺利地拿到钱 我就分你一半 我不要 做人是要想聊到他 假良心 你现在还年轻 总有一天 你也会不年轻 到时候你想要钱 想都甭想 像江振涛这种人 这钱不花在你身上 也得花在别的女人身上 他只要花点钱 照样可以做他的局长 手中有权 还怕没人给他送钱 你以后再想一想 你以后再想一想 不用想了 一切听我的 你打算怎么办 我有一个办法 可以让他老老实实地 把钱给我拿出来 什么办法 明 是我 你在哪里呀 我还在江州 你以后准备十万元现金 明天下午四点 在植物园附近的小道上见面 我跟你说啊 检察院的人来过了 他们要我劝你回来自首 不行 我现在不能回去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 我怕害了朋友啊 那 那你怎么办啊 你放心 没事的 像这样的事 紧一阵子风头过去 就没事了 我跟你说 好吧 谢谢 好 承い on op 取十万 好 谢谢啊 只有十万块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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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啊 出来玩啊就放轻松点了 别想了你的事儿 那个防洪大地的那个事儿 是不是你已经给书记提出辞钱了 最多咱们局长不干了 小哈 别想了 妈妈 妈妈 再给我去玩吗 再谈我去玩吗 再谈我 妈妈和爸爸说点事儿 我跟你说呀 防洪大地的事儿啊 一下子还忙不了 听出辞职 张学院没有同意 为什么 送给你的 喜欢吗 喜欢呢 谢谢叔叔 来 我带你坐小火车 好吧 好的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小强 你在什么幼儿园啊 我在天资幼园那里有许多 小朋友可好玩了 是吗 那下次叔叔再见到你的时候 你还会不会认识叔叔啊 刚来了 我就叫你封车叔叔吧 好 走 坐小火车去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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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玩啊 好玩 下次叔叔再带你一起玩好吗 叔叔今天有事儿 我先走了啊 好的 你呢 回去找你爸爸妈妈 好吗 好的 好 再见 喂 在职员附近我已经见到你了 但是我不敢靠近你 你后面好像有人在跟踪你啊 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啊 我紧张都紧张死了 我哪儿还顾得了后面啊 那 那你说怎么办 钱你不要送了啊 弄不好会露露他们圈套 反而害了你 那你们有钱怎么走啊 你放心 我领有办法 只好 那 那你有事情就给我打电话 手机我不敢打了 家里的电话下一步啊 他们也会安排监听的 没有特殊情况 我就不跟你联系了 等我到了落脚地方 我再想办法跟你联系好吗 你要多保重 静昊 静昊 从昨天的情况来看 刘志豪并没有离开江州 刘志豪急于让吴明给他送钱 他在没有拿到钱之前 他是不会离开江州的 但是 刘志豪昨天可能发现了你 至少还有人跟踪他 所以 刘志豪让吴明给他送钱的 可能性也不大了 我们必须换用死亡 换用死亡 对 你们马上从吴明的县上撤下来 我跟公安的同事商量一下 让他们盯上去 我们从 另一个县上 控制了发现刘志豪 刘志豪 另一条县什么意思 江战涛 刘志豪 刘志豪被我们经过一次 现在最有可能给他送钱的人 就是他以前最密切的人 交给你 说明没有品位没有派 这这么晚了 还不关手机 我们有点私人空间的概念 可能是闹洪水的事 那你先睡 你睡吧 将军 我是刘志豪 志豪 你在什么地方呢 我还在江州啊 你怎么样啊 实在不怎么样 不过您放心 我绝对不会出卖朋友的 真不好意思 我真的没别的办法呢 有什么事啊 你就说吧 只要我能办到的 能给我五万块钱吗 怎么给你 我到监商办卡 告诉你卡号 到时候你把钱 打到我卡上就行了 好 就这样吧 好 我明天再给你联络 总之啊 你勾取五万块钱 然后呢 打在这个账号上 麻烦您签个名 好的 二妹 叫什么 您好 好 真没想到 这刘志豪和江振涛的关系 还真有这么直接 小姐 你还记得 那个存款的样子吗 这 我可说不清楚 我们这儿有监督录像 你们跟我来 去看看录像就知道了 就是他 真是江振涛 看来我们是跟对了 我怎么可能 不好 那我怎么给你 我真是要 你为什么要变得 对吧 那我才是散伞 的 在这儿 信念 人都要赶紧 你们那儿 你们都要赶紧 小强 愿不认识我 你是封镇叔叔 我认识你 小强 你妈妈工作很忙 让叔叔来接你 好的 走 我们走吧 怎么是你来接小强的呀 是我们妈妈让叔叔来接我的 那好 那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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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再见 再见 再见 老师你好 小强呢 不是你叫人来把小强接走的吗 没有啊 是他接走了 我亲眼看见的孩子管他叫叔叔 俩人挺亲热的 叔叔 喂 郑涛吗 是你让人把小强接走的吗 是你让人把小强接走的吗 我正忙着呢 你还是要回家就去 小强不见了 小强不见了 小强 参加小强 小强 小强 早别来想起했습니다 小强 zej体外 ILY 嗦